保安局率領紀律部隊和其他部門和機構 在洛馬洲支線管制站、民感道管制站 和深圳灣管制站進行演練 確保通關初期口岸運作暢順 這次演練動員600多人無以超過300名旅客 乘搭鐵路、跨境巴士 和過境私家車抵達管制站的情況 測試各個單位處理旅客的效率 演練又無以北上旅客的分流程序 包括要求所有旅客出事出行之前48小時 進行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 如果屬於需要預約的人士 就要求他們同時出事成功預約登記證明 另外演練也測試港方人員和內地邊境人員 能否保持迅速、緊密溝通 以應對口岸一旦出現人流或者交通濟塞 雙方需要啟動溝通協調機制的情況 演練並且無以其他情況 包括部分離境旅客未能出事所需證明文件 有旅客未領有許可證 而攜帶違禁物出境等 保安局預料通關首階段 旅客需時熟習安排 口岸或者會出現人流倒塞 呼籲旅客出發之前確定已經帶被證明文件 並且在口岸內深等候 聽後工作人員指示 conclus線選北處 公先生還是名店 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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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